10月1日才盛大慶祝建軍76週年 南韓軍方卻是風雨飄搖 面臨人力不足窘境 南韓國防部緊急宣布 明年起將調整下市等初級幹部薪資 調幅達6.6% 具體上的調整下市等 今年是南韓初級市關九位調整薪資 志願意早已變成不願意 現在改為連加班費都能申報 就是因為民怨四起 兩年前影席月大開支票說要增加軍人福利 不料高級軍官與基層市關的調整幅度 嚴重落差 結果去年只徵召到目標一半的下市人數 幾乎三成職位玄缺 還出現時尚第一次下市比上市 還少的奇特現象 在朝鮮半島氣氛日趨緊張的時刻 基層市關不足已經影響到南韓的國家安全 喊出事關月薪一百一十K的南韓國防部 能不能解決燃眉之急 恐怕還有待時間考驗 三零新聞綜合報導